我们又来商场了 商场拍戏内缘肯定是无疑的 不过我讲一下这个商场的名字 我们现在在重庆的恒大中鱼广场 所以恒大你知道拍什么车了 还记得去年的上海车展 当时恒大或者说恒池 在车展现场一口气发布了 九款车型铺的密密码码 不过当时他们把整个车的话 盖的也是严严实实的 不管是车类底盘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疑惑 恒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出 自己的第一款量产的纯电车型 好了在今年的年中 恒池的第一款纯电SUV 也就是我们现在身旁实拍的 这一台恒池5 终于开启了它的一个预售 OK我们今天在商场里面 这是恒大自己的一个商场 恒大中鱼广场 正好来拍一下 他们第一款纯电SUV恒池5 看一下这台车的话 它在整个产品力方面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亮点 此外它跟同级别的对手去相比的话 它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 首先我们依然是从外观来讲一下 这台恒池5的话 其实从整体的外观设计上来说的话 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新能源 新势力 整个一个封闭式的前脸 然后这种非常狭窄的分体式的大灯 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一个实车 之前是网上看的图片 走到这台车面前的时候 其实它给人的感觉是实车真的还是会比图片 会稍微的好看一点 整体的设计算得上协调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一张前脸 因为它过于的新势力 过于的这种新能源 所以如果说你去把它的品牌logo遮住 或者说把它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话 我觉得这一张前脸它都是成立的 所以它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本身恒池可能它的知名度就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是说这一台车如果说行驶到路上 你看不清它的logo 或者说对于一整台车根本不熟的情况下的话 就它的整个设计上来说的话 你可能分不清它到底是未来还是威马或者是德诈 对于外观来说的话 我第二个想说的点其实就是它品牌的一个logo 这一个诗标的话 其实我知道对于恒大和实习车来说的话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但是它其实给消费者的这种可能认知 不会特别的强 如果说把这个logo换成黑化的 它可能有一点像现在的标志 但是彩色的呢又有一点流马的感觉 其实对于恒大品牌来说 如果你去把它换成一个类似于像爱马仕一样的H 是不是恒大可能就更适合一点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或者说玩笑自己的一个观点而已 关于这台车外形细节的一些这种亮点上来说的话 分体式的大灯 然后比较锋利的LED的日行灯 包括这种运动和黑化的一些套件的处理 其实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整体的这种辨识度真的在现在很多的新能源 或者说新势力里面就显得不是特别的突出了 整个侧面其实最值得一讲的就是这一套轮胎的配置 其实从网上的资料的话 你去查到的是 恒15它用的是一个18寸的轮圈 然后胎宽是235 而我们现在实拍的这一台的话 是一个马牌的UC6的轮胎 整个轮胎的宽度达到了265 然后轮圈的尺寸是21寸 一个这种低风阻的轮骨 这一套的话整个规格会比就是标配的要高很多 刚刚我去问了一下 整个这一套四个轮胎的选装的话 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3000块 所以呢我觉得买恒15的车主 这一套轮胎的选装3000块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应该是必选的项目 好现在做到恒15的车内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下 这台车的整个车内的一些感觉 第一个的话就是新能源新势力 所需要的这种智能科技 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前面三块屏 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像奔驰的ECO-S一样的 一纸块屏 这块屏幕的话 它整个长度的话是1.2米 它三块屏是完全的一整块屏 中间是没有就是分屏的隔断的 所以呢 整个屏幕所带来的这种科技感是完全OK的 驾驶席跟副驾驶的话 都是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屏 然后中间的这块屏幕的话 它的整个尺寸应该是14.6英寸 足够大 然后从整个功能上来讲的话 点击进去之后 它用的是百度的地图 然后里面像爱奇艺这种视频软件和听招的软件 功能的话是基本上都有 并且它也支持在线的一个下载 然后从我实际的一个体验上来看的话 整个这一块屏幕 它的功能是OK的 不过呢 我现在做到车内之后 如果说我们拿它去跟 其他的这种新势力品牌来比的话 就目前我看到的这一块屏幕 它的这种显示的分辨率和显示的细力程度上来说的话 包括这些这些这种图标或者说这些字 看起来的话 它稍微我觉得在显示的这种细力程度上 还是稍微的有一定的欠缺的 不过刚刚我来的时候 因为我也跟销售去聊了很多 关于这台车的一些细节 他们说这台车的话 在10月份正式交付之前 交费给用户的那批车之前的话 现在整个是都是一个属于一个试装车的一个状态 所以未来整个车内包括整个屏幕的这种显示 包括它的这种分辨率甚至UI 还有整个车内的一些其他的细节 可能都还有一到两次的一个调整和升级 所以这一台车的话 现在它所展示出来的这种视觉效果 到它正式交付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倒是还值得比较期待的 当然从整个硬件方面来讲的话 这一台车在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上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用的也是高通8155的芯片 并且现在是整个车的话支持5G的网络 然后从实际的体验来看的话 整个交互这种屏幕的互动 使用起来都还算是顺畅 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整车交付的时候 或者说在未来整个OTL升级的时候 整个智能化的表现流畅程度 显示的这种清晰度还会提升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到10月份正式交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更值得关注 同时我的车内我觉得比较关注的第二点 就是整个车内的做工以及用料 因为大家对这一点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放心的地方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传统的汽车企业 从我实际做到车内的一个体验上来看的话 首先是第一个是用料 像整个中控台上面都是 它是用的软性的那种糖素的工艺 包括这些它用了一些这种缝线的这种设计 第一视觉感受上来说的话 属于中档 它不算是那种特别精致 也不算是特别的豪华 当然在车顶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车顶用到了这种帆毛皮 从材质的使用上来说的话 算是中规中矩 然后我们看一下做工 比如说像它的这种空调的出风口 整个手感的阻力感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 比如说包括像这里中央有一个盖板 它按下去之后 整个这种手感的话跟细腻程度 我觉得相比于这种传统车企 或者说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新势力的话 在这种细节方面 我更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的 好 再感受一下这台SUV的一个实用性 前面有两个SUV槽 它把无线充电的面板放到这个地方 还算好用 下面同样都是这种掏空的一个设计 有一个Type-C的接口 一个USB的接口 这些都比较的传统 然后车门版的储物空间都是比较常规的 再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一个空间表现 前排的头部空间够充率一拳三指 OK 我们再转到后排去看一看 好 转到红15的后排 它的轴距的话是2780 其实有一点点接近于中型SUV的水平 但是它定位是紧凑型SUV 不过它的实际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并没有接近2080距这么一个表现 实际的空间的话 我前排调整好之后还有两拳半 然后坐到后排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因为我们最近体验了很多那种紧凑型的SUV 包括后排空间 然后后排座椅的一个感受 这一台横15的话坐在后排 它后排坐垫的长度 可以看到后排坐垫的长度是有一点点短的 所以对我整个大腿 我坐在里面 因为我身高1米8 对我大腿的衬托不是很好 如果说能把坐垫的长度做得更长一点的话 那么坐到后排肯定显然会更舒服一点 后排的头部空间没有问题 一拳 然后配置的话出风口 然后两个USB的接口 这些细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总体而言 它的整个乘坐的话 后排的乘坐的舒适感 就是没有前排来的那么好 打开发动机舱的话 里面其实看到还是整个非常规整的 并且用到了两根液压杆 然后讲一下它的一个三电系统 它用的是一个前置的单电机 最大的扭矩345牛米 最大的功率的话150千瓦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2.0T的燃油车的水平 加速的时间的话 是7.8秒 然后整个电池组的话 是用的0的时代的 磷酸铁铁的电池72.8度 COTC的续航里程的话是602公里 其实从它的整个三电的参数来说的话 尤其是它的COTC的一个续航里程 放到现在16 7万的一个同级别的车型当中 比如说像去对比零跑或者说威马 或者是哪吒的话 它在这个价位 其实它的续航里程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其实从我今天的一个静态的体验上来说的话 这一台恒15给我的感觉 我们抛开其他的层面不讲仅就汽车本身来说的话 它给我的实测的感觉会比之前我印象中恒大的感觉 造车的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一台车可能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花钱买了很多的这种国际知名的一些硬件 把它组合到了这一台车上 然后从实际的一个静态的体验上来说的话 它整体的感觉其实也符合于这种20万级别的一个存电车型的一个感觉 当然在细节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 好 最后其实我个人觉得放到这一台恒15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肯定就是在于整个它的品牌 它的母品牌 如果说把这一台车放到几年前在恒大地产的那波事之前 那么这一台车的话在那个时候 我相信它可能整个它的这种吸引力 或者说它的渠道和知名度的话 带给它的这种关注度跟销量可能会更高 但是现在它的整个背景反而可能成了这台车的一个束缚 现在对于恒池汽车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 它说的是有3.7万台的一个订单 但是到了10月份真正交付之后 整个这台车会在路上有多少车在跑 然后这些车主对于这台车的一个口碑 和这一台车的一个品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呢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当然恒池汽车整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还会有哪些新车 好了这就是我们本期静态体验恒池5的所有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